今天是2020年8月11号星期二 我是主持人王邦瑞 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浏览世界的新闻 今天南华早报刊登了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 那就是他们援引中共内部的消息人士说 中国最高领导人以及军方已经要求解放军 在和美军的对峙当中不要开第一枪 这个主要用意就是中国主动希望缓和和美国在南海的紧张局势 不要擦枪走火 那么最近在南海中美双方都增加了自己的一些军事行为 也增加了事件失控的风险 但是中国不希望给美国政府以及军方的强硬派进一步让事态升级的机会 那么根据南华早报说 消息人士称中国已经下令飞行员和海军军官 在和美国的飞机和军舰日益频繁的对峙中保持克制 同时在这篇报道里 两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和ASPR在上周的电话一些细节也已经浮出了水面 根据报道 是美方在大概一个月之前首先提出了这个呼吁 就是要克制不要擦枪走火 但中方的态度一开始非常冷淡 但最近几天随着南海和东海的紧张局势的升级 中国领导人后来改变了主意 那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这个形势的大规模的升级应该是在上个月 美国部署了尼米兹号和里根号两艘航母战斗群 在中国附近的海域进行演习 最近几天我们还看到一些新报道说 这些航母战斗群还在广东和福建附近执行了执行了罕见的夜间空中侦查任务 当然在南海和台湾海峡附近都进行了相关的演习还有飞行任务 所以面对这些美方的举动 中方在公开的措辞方面是非常严厉的 比如说将美国的航母战斗群称为纸老虎 还有中国的这些大外宣媒体 比如说像环球时报回信这些人也大声呼吁 就是说难道美国真的要跟我搞热战吗 中国不怕热战 这都是这帮没打过仗的这帮败类 他们放出的这种风声 那事实上中国的军方和美国的军方一样 各国的军方真正有这种军事素质 他们对有大局观的这些军方人士都是不敢轻易言战的 因为只有打过仗的人才知道战争是多么的残酷 而且战争一旦开始 他有自己运行的规律 不会像一开始预测的那样或者规划的那样 很多事情都是边打边看 有很多失控的可能 也有很多各方都很可能不可能预测 也不可能揣渡的一些情况 这是为什么 这个军家不能轻言战事的原因 那么在南华早报的报道里面说 最近一段时间 中国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和美国沟通 称已向美方发出了绝不首先开火的善意姿态 以确保形势在控制之下 那么这位消息人士说的具体言辞是 说下令开枪很容易 但中国和美国都无法控制后果 目前的局势非常紧张 也非常危险 那么同时这位消息人士 我看通过上下文看来 既有向外爆料的成分 也有代表北京对外进行恫吓的成分 他说什么呢 2001年当时海南发生的 美国情报飞机和解放军战斗机相撞事件 大家还记得那个战斗英雄王伟吗 他是这个浙江湖州人 那么王伟至今生死未博 当然按照常识推断 是应该是已经葬身大海 那么中国飞行员王伟当时遇难 美国飞机被迫降落在海南岛的机场 这个事情后来处理的 还是对美方相对的非常的客气 因为在美方发表了声明 以后机组人员最终被释放 那这是当年的刑警 这位消息人士说 如果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美国人将无法完好无损的返回 这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这一次要再发生这种事情 我就不会把你轻易放回去 你必须付出些代价 这个事儿才能解决 当然他们同时表示 各方都很清楚 只有在其他所有手段都失效以后 才会考虑宿主武力 那么南华早报援引了不止一位消息人士 另外一位说 美中双方都已经制定了处理军事冲突的协议 但这些安排需要定期更新 以反映最新的局势 那么相信这个事情 可能是8月6号 美国国防部长Aspel 和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 讨论的一个重点之一 那么我们回顾一下历史 关于海上安全如何防范 目前能看到的最早的协议 是1998年中美两国签署的叫海上军事磋商协议 它的主要用意就是为了避免近距离接触时 双方的军舰军机发生意外 同时在2014年 双方就重大军事情动相互通报 搞了一个叫海上和军事相遇行为准则 这个就可能是给这个紧张局势 再给他上一条规则上的保险所 确保不要擦墙走火 那么最近这方面的形势 特别是南海的形势 是非常紧张的 除了军事上的互相挑衅 互相试探之外 我想最根本的原因 那就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为代表的 对华的强硬派 对中国的言辞 对中国共产党的言辞越来越激烈 那么甚至他们也对自己在 这个蓬佩奥 在旧金山洛杉矶的演讲 他也说过去这些年 对华政策是失败的 那么针对南海蓬佩奥 他也公开否认了 中国在这一争议水域 所有的主权声索 他说这些东西都是非法的 威胁了航行自由 那么实际上蓬佩奥的态度 一直在升级 在昨天我记得蓬佩奥又发言了 主要是看到了中国对香港动手了 抓了金秘赖 那么蓬佩奥的说法是 这让我们觉得 本来还以为共产党能够有改进 有走回头路的可能 但最近的香港大抓捕事件 让我们的希望彻底落空 所以整个的局势仍然在往 非常危险的方向在推进 那么最近几天 刚才讲的这个中国军方保证 不首先开第一枪 那肯定是高层达成的重大的统一意见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在刚刚的北戴河会议上 研究决定的 因为这种事情他需要 第一老大拍板 对不对 能同时控制军方和外交 还有很多的内政部门 那只有是习近平 而且在一个场合里 各方都在 而且能反映党内的统一意见 比如说有强硬派 想打的不能示弱的 还有这些各大势力 各大家族 他们为了保全自己的钱袋子 当然不希望和美国大打出手 所以目前这样一个政策 是反映了这双方面的一个 共同协调让步退让的一个结果 那就是在外交上该怎么说怎么说 包括国防部的发言人 也会放一些狠话 说美国是纸老虎等等等等 但事实上在操作领域 要有一条红线 就是中方绝对不会让这个事情进一步升级 成为美方跟中方在南海大打出手的一个借口 就不能让行事 在进入下一个环节之前 我们按照惯例 请我们的观众朋友给我们的节目点赞 你只需要在节目下方竖起的大拇指上 点一下就可以了 从另外一点上 怎么看中方的态度 其实也在放缓呢 那就是昨天我们节目也讲了 王毅也提出来两个绝部 就是绝部让中美脱钩 真正实现 我们当时用了个词叫狗皮膏药外交 就是别人想给你脱钩 你看现在还脱不了了 你坚决不要脱钩 当然这也是中方在求和 不想让行事升级 在外交上的一个体现 那么他还有一个体现是什么呢 那就是王毅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的时候 谈到南海问题 他的调子有点变 他说原来他老说 南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什么什么海域 这个就是用原来九段线的这套东西 来为自己在南海的声索 这个邀请大海 在这次采访 他用了不同的词汇 他说南海是该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 不应该成为国际政治角力的场地 你看这个是有明显的这样一个让步的 当然了 他也不忘咬美国一口 他说这个南海的问题就应该由 中国和阿隆 就是这个东盟这些国家联合来解决 现在美国跳进来插嘴一脚 就是要挑拨中国和东南亚国家联盟 阿障之间的这个关系 所以现在这里面 软中有硬 硬中有软 双方都在比实力 也在比外交 但事实上 现在中方的这些决策 有一些左右互搏的味道 如果你在真正的这些 非常硬的领域 比如说军事上采取了这么克制的手法 那么你就不应该在这个结果眼上在香港大抓出手去抓金秘赖 以及十几位这个民主人士 这个动作实际上也是深度激怒了西方 对中方来讲 我认为从他的整体力上来讲也是得不偿失的 那么中方和美方 这一次中方首先露出来这个服软的意思 就首先表态 我不开箱 我不打 这个姿态放得很低 是非常清楚的 那除了他在军事上和外交上本身的有很强的必要性以外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那就是应了中共自己说的一句话 就所有的外交都是内政的延续 之所以采取这样一个措施 就是因为中国的形势太严峻了 三峡大坝的事情咱们就不说了 三峡危在旦夕 这个东西一旦出事 那是人间惨剧 共和共产党 你怎么也兜不住这个大娄子了 今天不说这个 我们主要讲是习近平刚刚发表了一通讲话 这个讲话非常有意思 非常的出乎意料 那就是什么呢 他作为军委主席中央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他竟然亲自来过问餐饮浪费的问题 他说餐饮浪费现象触目惊心 令人痛心 谁知盘中餐历历皆辛苦 他说了虽然中国粮食连年丰收 但是我们始终对粮食安全问题要有危机意识 今年新冠疫情所带来的影响 更是给我们敲醒了警钟 那这也是新华社亲自发的大稿子 习近平甚至说为了规范这个问题 为了解决粮食浪费餐饮浪费的问题 要加强立法 强化监管 采取措施 怎么怎么样 长效的 短效的 中效的 讲了一大套 而且这不是他第一次 这是2013年 至今为止 七年 他又做出了批示 13年的时候搞过一次 要例行节约 反对浪费 那么 这一次 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讲 我认为 这恰恰是中国国内形势吃紧 尤其是一些基本的涉及到国际民生的 比如说粮食问题 猪肉问题 这都不是新鲜事 但是疫情让这些情况放大了 也比以前更危急了 说实话 中国老百姓之所以这么能忍 之所以 有些时候 真的是这个 让外部世界 瞠目接舌的这种忍耐 为什么 就是为了有口饭吃 只要能吃下去 饿不死 他们就没有反抗 没有争取更多自由民主和尊严的这个欲望 当然了 如果洗脑洗得好 饿死了 他也不会 那这个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 饿死几千万人 我听我自己家的老人讲 他们那个时候 骑自行车出门 路边的死尸就躺在路边 他们都不去服 你要为什么不去服 不是因为没有同情心 是因为他们自己饿的 头晕眼花 如果他们下了车 去抬路边的这个饿死的这些人 他们自己就没有力气再站起来 这让我听着简直是触目惊心 但是都是当着自己家的孩子 他们也没有撒谎的必要 这可见当年全国处于一个什么情况 但是只要洗脑洗得好 只要这个舆论控制得好 他们仍然觉得自己有毛主席 那就足够幸福 一家十口饿死个八九口 只要有人活着 那还是党中央无比的英明伟大 那能跟毛主席生在一个时代 那就是那个可以说 是祖坟冒清烟 很幸福 是吧 叫饿死也幸福 这就是这么一个图景 那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 中国毕竟已经过了那个时候 而且这些年经济的高速发展 让很多人滋长了这个炫富 这个石变经这样一个习气 在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里边 特别是公务宴请 公务接待的这个文化里边 这种浪费是极其严重的 当然不说工的了 就是说私的 多少中国的这些婚宴酒席上 那一桌一桌的倒掉 这个事情太普遍了 一桌一桌的那个新鲜的韭菜 为什么 因为客人没来起 他们就拼到别的桌去了 我就经常参加 只有我一个人做一桌 吃满一桌的这个酒宴 那是这种情况是不少见的 这一方面是传统文化的原因 也有近些年以来 特别是中共的这个交涉营疫 这种党文化 这种官文化 带来了一个最直接的后果 浪费是极其严重的 那在这个时候 今年疫情这个时候 中国的粮食紧张 已经在媒体上讨论了很长时间 中方当然会派出专家来 在中央电视台说 粮食问题完全不用担心 根本没有问题 但事实上 数字是不会撒谎的 很多的专家 就根据中国每年要消耗的粮食量 及中国本地的产量 以及进口量 他们算出来很多东西 那是对不上这个账的 那就是必须大量的依靠进口 才能搞定 才能喂饱中国人的肚子 那现在这么讲 那很显然是疫情 让很多的地方 这个收成下降 粮食安全成了个真正的问题 成了个真正的问题 那么习近平面对这种情况 还有外部的压力 让他们感觉 比如说前边这些 我们讲中美之间的对决 包括中国和外部世界之间的对决 主要体现在金融 体现在这个军事 还有大外宣 这些 但一旦全面开打 如果美国加拿大这些国家 这些著名的农业大国 他们禁止向中方出口粮食 如果是几家一起行动的话 这恐怕是中共也是特别特别害怕的一个方面 习近平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 所以他虽然贵为一尊 虽然贵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军委主席 他也要亲自出来再讲一遍 你们给我省着点吃 不要胡吃海塞 否则的话 我们要撑不住了 这就是这样一个很现实的一个图景 那么事实上 中国现在供应比较紧张的 不只是粮食 还有菜籽油 这方面我们也查到了最新的 非常有意思的信息 那就是虽然中国和加拿大之间的关系 近些年来 近几个月来 急转直下 甚至导致了中国 单方面宣布禁止从加拿大进口相关产品 最受伤的影响最大的 当然就是加拿大的油菜籽 但最近一段时间 加拿大油菜籽的价格飙升到了近两年来的最高水平 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中国买家还是要挣钱 还是要满足国内的需求 他们想尽千方百计 找到了回旋的方法 取现救国从加拿大进口油菜籽 那么回顾一下 今年2019年3月以来 中国政府已经禁止从加拿大出口商那里进口油菜籽 这也是加拿大警方逮捕了华为的CFO 孟晚舟之后中方采取的一个报复措施 但是这些都改变不了中国人的嘴 中国人喜欢吃菜籽油 尤其是在中国国内地沟油太盛行的情况下 进口的价廉物美的质量绝对靠得住的加拿大产品 那就成为了中国消费者的最爱 那根据这个加拿大的global news环球新闻的报道 虽然中美中加关系在外交上并没有明显的改善 但是很多贸易商透露中国通过其他的地方 比如说像阿联酋一些厂商 在阿联酋本地加工好加拿大的菜籽油 再从阿联酋转口把这些卖给中国 那么周二就是今天 油菜籽的期货创下了自2018年10月以来的最高价 中国菜籽的价格同样也上涨 那么部分原因是迂回的方式 令加拿大的供应量还是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那么根据这个global news引用的中国某进口商的话说 哎呀现在做菜籽油利润期高 任何有能力进口的人肯定都会大买特买 现在这个菜籽油简直就像黄金油一样 那么有关统计数字表明 截止今年6月份的11个月里面 加拿大对中国的菜籽油出口同比下降了45% 但是对法国的出口翻了三倍 对阿联酋的出口也大幅增加 所以总体来讲加拿大的菜籽油不愁没地卖 其中又有很多的部分都是通过其他各地绕来绕去 绕到了中国人的饭桌上绕到了中国消费者的家里 那么这种情况当然引起了加拿大农民的极大兴趣说我哪管他转口不转口 只要我能卖得出去挣钱我就很高兴 那从这个角度讲 不管美方还是中方在贸易战里边 或者因为政治或者军事原因 在打经贸牌这里面经济规律本身还是在起作用 因为你老百姓或者各行各业他需要的东西 他总是要想尽千方百计 从世界各地买回来 你名义上去制裁加拿大 不从加拿大买了 但是你这绕几道以后成本增加了 还是由中国的进口商和消费者来承担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一旦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无法收拾的程度 最终拼的还是这些硬道理 那就是消费的需求 到底在这个里面起到多大的作用 我认为还是一个中间的很重要的一个层面 今天香港形势又发生了变化 那就是黎智英和周庭都已经被保释出狱 处于一个待审的状态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香港的法治自由度 他的法治的到底能不能在香港社会运行中 起到一个应有的一个中间一锤定音的作用 要从黎智英和周庭的案件里边要看出个端倪了 目前为止法庭说可以保释 那就得放回家 他还是跟中国大陆不一样 中国大陆要碰到这种情况 首先搞双规 是不是给你扣起来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几个月甚至几年 不光是家人 连律师都见不上 你在里面到最后就是猪筒到肚子 该说的说不该说的 你也会说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这些人在香港还是有初步的法治保证 但后面我们相信他们这个中共大规模的大肆搜捕这些民主人士 已经深度触弄了西方和美国 西方肯定会以雷霆万钧之士予以回击 他们在憋大招 我们已经看出了一些端倪 比如说中国驻美国的大使馆 他们那个标志已经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原来写的是驻中国北京 这个大使馆 现在把中国去掉了 这一次是什么呢 大家就会问 难道北京不是中国的吗 你把中国去掉 那之所以这么去掉 那直接能想到的 可能不久的将来就会出现另外一块牌子 美国驻台北总领馆 也不说中华民国台北 也不说台湾共和国台北 那就是美国驻台北总领馆 大使馆 这跟这个北京是同比的 是同等的 这个变化如果发生 那会非常的有意思 那么剩下几分钟时间 我们回答一些观众的问题 以及就观众的评论 做一些回应 昨天我们的节目叫习近平乱港油门踩到了底 同时我们也评论了 海外一部分华人竟然集体要起诉美国政府 因为美国政府针对微信的最新的指令 可能会影响到他们使用微信这样一个方便程度 那么有留言说 为什么华人不能诉讼 本来微信就是华人喜欢用的APP 华人为何不能用自己的权益做一些事情 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心态 那么我们坦率的说 也实事实的说 华人有没有权利去做这个诉讼 他当然有权利 美国就是一个法治社会 任何人都有权利去诉讼任何人 但是这里我们想聊的稍微深一点 把圣经的一句话拿来跟大家分享 那就是凡事都可为 但未必凡事都有利 怎么讲呢 这个上帝的言语啊 那就是博大精深 啼呼灌顶 一下能阵行好多人 我当年接触圣经也是被这样的一些话给震住了 总觉得太有哲理了 这是为什么美国的很多法学院啊 在搞法律之前你要先读啊 圣经特别是其中的罗马书啊 我建议大家有机会去好好读一读 那里边的逻辑性和他的论证的严丝合缝 他的雄辩那都是美国法律的一些基础 但是并不是说任何事情你用诉讼来解决 对你更有利 我举个更简单的生活化的例子 比如说你一觉睡醒了 睡得挺高兴啊 通体舒态 心情很舒畅 没事干啥呢 那你干脆拿头撞墙吧 你有没有拿头撞墙的权利呢 你是有的 你做这个事不犯法 你有权这么做 但是你撞来撞去 轻则撞个包 重则撞个脑震荡 你这是何苦来呢 所以你有这种权利 但你也要想你使用这种权利的时候 给你自己带来什么后果 另外给周围围观的群众带来什么样的观感 你拿头一阵的撞墙 别人就会觉得要不然你就病得不轻 可能是疼的受不了了 再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神经病发作了 让人无法理喻赶紧躲得远远的 那么现在华人团结起来 要为自己使用微信的权利在美国打官司 给外界的观感只能是这样 不用说主流的这些人了 因为主流这些人还顾忌 这个病毒毕竟是你们中国传来的 是不是 你们这个事这么大的伤害给全世界 没见你们华人团结起来做什么 你们竟然因为一个微信的使用起诉美国政府 更何况美国的油管 推特 Facebook 没有一个Instagram 没有一个能在中国用的 那你这么做 想想你给周围邻居的这个视角能造成什么样的观感 周围的人会怎么看你 你的同行会怎么看你 美国的其他族裔会怎么看你 那只能让大家觉得 哎呦 他们心地里暗地里会把你看作那种不入流的BLM 就是不入流的这个黑人命贵的这个运动 为什么说不入流的呢 因为黑人命贵 人家毕竟是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 那是一代一代人付出了很惨痛的努力 换来了美国民权运动的一次又一次的里程碑式的进展 没有黑人就没有美国少数族裔的今天 当然像我们节目里说的 他确实也走到了一个极端 让人产生了反感 把平权当作搞特权的理由 嘴里说的是主意 心里想大都是生意 嘴里说的是平权 实际上干的都是要特权 如果华人起诉美国政府因为微信这个事 你们还不如黑人命贵 因为啥 你们只有在最安全的时候才是勇敢的 昨天不是说了吗 你们为整个社会的平权运动 你们做出个什么真正的贡献 对不对 另外美国黑人的平权 当年美国的平权运动的这些领导人 在世界上都是有影响力的 他们也支持世界其他国家 比如说南非总族隔离 人家搞黑命贵的这些人 当年那些马丁路德金 什么这些领袖人物 人家在世界范围内所有的不公不正 不公不义 人家都是为之呼好的 你华人做了什么 只有你自己的权利 还不能说权利 自己的一点方便 没有以前这么方便了 你们就要起诉 那你们的祖国是什么货色 你们为什么在你们的祖国给全球带来这么严重的负面影响的情况下 你们不采取任何措施 反而利用美国的公开的公正的法律环境 用这个东西来作为中保私囊的一个工具呢 那如果这样搞的话 你们跟大外宣没有任何区别 纽约时报 CNN 华尔街日报 Fox 没有一家能在中国开播的 但是中国的大外宣从来不提这一点 在美国上下起手到处挑美国的毛病 到处把美国的事情放大了一百倍去跟国内描述 但是中国国内的情况 你能从中央电视台看出几分 这个不应该的地方 你都看不到的 所以大外宣的这个思路 是毒害华人思想家园的最大的一棵毒草 如果华人这一次真的有所谓的 这一次要抱团 告美国政府 你们告告看 你们连华人这一关都过不了 更不用说美国的法律这一关了 同时提到这个事情 我们能这个事情里边 我们从荒谬之中还能看出猫腻 还能看出怂包 还能看出猥琐 为什么呢 他竟然自己不出律师费 要集资 要大家众筹 一起来掏钱请律师 说白了 什么烂律师啊 说白了 你也没有胆量 你也没这个能力打这个官司 就是这样当年 有个叫什么什么的律师啊 这个啊 要帮国内的一些中资企业打官司 事实后来根本就没有进行下去 这一切手段都是一个公关手段啊 哪有靠集资能在美国打赢这种官司的 中国人你还不了解吗 你让他在网上敲几个字 顺便骂两句他可能会做 你让他真金白银的掏钱 去为所有的微信用户打官司 有几个华人会干呢 我对这个事情的判断就是 就是弹花一现 就是在那里刷眼球啊 刷存在感 根本进行不下去 他们的集资 不会超过一千美金啊 我这里打宝票不会超过 因为我们还不了解华人吗 我们还不了解这帮人吗 他们干不成什么像样的事 他们甚至都干不成什么像样的坏事 这个族群悲哀就悲哀在这里 那么我们看到有一位叫Frank John的先生 在我的节目里留言 我认为他这个很精彩说的 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节选一下 他说毕竟我们是美国公民 生活在美国并将继续生活下去 包括子孙后代 有一个挺好的真实案例 可以作为类比 我以前从NPR广播里听到的 名字细节一时想不起来 但有兴趣的很容易查到 这个事情发生在30年代 美国中南部的一个州 一对华人夫妇在当地开杂货店 他们两个女儿啊 一直是和当地的白人一起上白人学校 突然有一天校长跑过来说 你们不是白人 不可以在这里接着上 你们必须转去黑人学校 这个华人家庭当然不干 黑人学校质量差 治安乱 同时他们也认为 羞愚和黑人为伍 他们就提起了诉讼 案子辗转一路打到最高法院 九名最高大法官一致判决 华人也属于有色人种 必须离开白人学校 这件事情 华人父母为了维护子女的公平教育权 勇敢的在那个年代 向整个系统挑战 造成这么大的反响 本应该是在美国平权运动历史上 浓重的一笔 但结果呢 反而成为华人历史上的一个污点 为什么呢 那就是因为当年这对夫妇诉讼的重点 不在于要为少数族裔 包括华人平权 而是极力要证明 华人和白人一样 是高高在上的 是应该歧视黑人的 无论思想上 言论上 行动上都是这样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放到今天 美国的华人当然可以去起诉美国政府 这个要封微信的这样一个事情 但是你想一下 你捍卫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你给其他的美国民众造成的观感是什么 微信实行国内议题的审核制度 在美国删文章封号的时候 华人又做了些什么 并且我也完全不认为你们能告赢 当年九位联邦大法官可以一致判决 华人必须和白人隔离 为什么 当年的年代就是如此 今天跑去告给人的观感 非常的不好 可以说这些人在辱华的道路上 一直在冲冲冲 华人的形象要提升 绝对要拋弃这种思维 抛弃这种调调 否则的话 永远我们是被人瞧不起 永远是和主流格格不入的那批人 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的那批人 那么时代在变化 我们希望华人也能长点记性 不要再这样下去 好 这就是今天的节目 我们欢迎你给我们的节目点赞 也给我们打赏 最近打赏的越来越多 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这也是我们能够继续前行的最大的支持力度之一 我们谢谢您下期节目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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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